来吧!营业中30日将播出最后一集 五位主持人也难得聊聊心里话 姚元浩说着说着就哭了 表示这是她做过最开心的事 杨明薇透露一开始真的很痛苦 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成长很多 因为实际节目来吧!营业中 让五个人变成超级好朋友 30日康哥过54岁生日 炎亚伦在IG晒出庆身照 五人开心合体 炎亚伦不只线纹还掐奶 最可爱的是鬼鬼在旁边笑得很开心 看得出来应该是整个玩风了 之后鬼鬼在脸书感性发文写下 没想过录了一个节目 跟大家相知相惜 说一个阿康大哥的疼爱 还一起过了生日 昨晚大家抱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很感动 更谢谢大家的陪伴跟照顾 附上五人紧紧抱在一起的照片 也感动不少粉丝 大家很替鬼鬼开心又有新的家人 实在太喜欢你们这个组合了 纷纷敲碗第二季赶快来 我们下期再见